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媒体认为 这是拜登为争取国会通过原污法案进行的最后一搏 不过共和党人在原污的问题上仍然没有松口 泽连斯基亲自登门球员为何作用有限 美国国会究竟为何迟迟不通过原污法案 是真的不想援助乌克兰 还是另有其他的原因 纽约时报说 欧洲担忧如果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大选当中获胜 可能导致美国退出北约 欧洲缘何会有这样的担忧 是其人忧天还是未雨绸缪 如果美国退出了北约 仅剩欧洲独自跟俄罗斯对抗 欧洲能撑得住吗 相关话题 今天邀请到中国社科院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 先通过新短片了解一下相关背景 泽连斯基13号抵达挪威奥斯路参加第二届乌克兰北欧峰会 泽连斯基发文表示 会与挪威 丹麦 冰岛 芬兰和瑞典的领导人 一起讨论加强国防 政治和经济合作 以及在欧洲的共同未来 此前 泽连斯基对美国进行了访问 当地时间12号早上 泽连斯基前往美国国会 会见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并在参议院进行了大约90分钟的会晤 舒默表示 泽连斯基非常详细地讲述了乌克兰的需求 以及美国如何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攻击 他已经明确了 而我们都已经明确了 如果我们赢了 乌克兰赢 这会很危险在美国内 泽连斯基在结束参议院会晤后 与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进行单独会面 会面持续了大约30分钟 会谈后 约翰逊表示 和泽连斯基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 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美国需要先解决边境问题 然后再推进援乌法案 约翰逊表示 白宫未能制定出帮助乌克兰获胜的明确战略 并批评参议院无所实施 泽连斯基抵达挪威 出席第二届乌克兰北欧峰会 您觉得这次峰会重点会聚焦那些议题呢 北欧国家确实在俄乌冲突之后 对乌克兰支持较多 特别是最近北欧国家都加入了北欧 所以乌克兰与北欧的这种对话 首先是要聚焦俄乌冲突 我们都知道北欧国家是欧洲的经济发达国家 而且它本身的财政军费开支较为充 那么泽连斯基访欧 特别是访问北欧 我觉得首先的一条就是 争取更多的军援 在美国军援出现了一些困难的情况下 欧洲就成为了泽连斯基争取外援的 一个注意重要的方向 那很显然 与北欧国家对话 首先就是要伸手要钱 对吧 希望北欧国家提供更多的军援 其二呢 我想就是我们都知道 在今年年末可能要启动 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这个谈判 那么现在一些部分的欧洲国家 出现了乌克兰疲劳症 但北欧国家相对来说 它的这个疲劳症反应较小一点 因为北欧国家 比如说挪威 是石油的天然气的出口大国 因为俄乌冲突 可以说挪威的经济表现得十分亮丽 那么相对其他的南欧和东南欧国家 北欧国家在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 他们的这个立场可能有利于乌克兰 所以资林斯基这次访问 我觉得除了要钱之外 我觉得还就是争取欧盟内部更大的支持 防止一些像斯洛法克 匈牙利等这样一些国家 沉重中 这个阻挠乌克兰的入盟谈判 因为入盟对乌克兰而言 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一体化的形式 更重要的是 它要跟欧洲紧密的结合起来 彻底要摆脱俄罗斯 它所控制的这种 后苏联的这种空间的 这个所谓的欧亚经济联盟 或者独联体的这样一些框架的一些束缚和影响 那您觉得北欧国家能给乌克兰提供多大的帮助呢 北欧国家现在过去对乌克兰的援助还不多 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年的十月份以后 芬兰丹麦对乌克兰进行了十亿欧元 一个国家十亿欧元 一个国家提供了二十亿欧元 这对乌克兰来说这是一个大手笔 因为毕竟北欧国家对于俄乌中途的立场十分清晰 而且他们还有财力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芬兰这样一个小国 他在原物问题上就一下就拿出这么多钱 可以见得就北欧国家在原物的潜力上是十分巨大的 还有就是挪威啊 挪威的财政十分的宽宇 特别是他现在这高有价钱 他实际上是有很多充足的钱 但挪威在原物问题上似乎是有表现的不是那么亮丽 所以德林斯基这次跟北欧国家对话 我觉得争取更多的来自于欧洲的援助 特别是北欧富裕国家的援助 这个可能是对乌克兰来说是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 当然了我觉得北欧国家在立场某种程度上 也会影响到波罗的海国家 实际上欧盟现在过去有新欧洲老欧洲 现在北欧国家实际上也作为一个特殊的 欧盟内部的一个次区的一个小团体 它在欧洲政治中的影响力逐渐在上升 特别是瑞典芬兰加入北欧以后 那么在欧盟中北欧国家的声音会有所提升的 泽连斯基这次出访 先是去了阿根廷参加米莱的就职典礼 然后去了美国 同拜登美军的高层 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领袖 以及单独会见了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 您觉得他这次出访带着几重目的呢 泽连斯基此次的国际访问我觉得很有意思 首先他跑到南美阿根廷去出席 这样相关的一些的政治活动 首先应该从沃兰外交过去的一些 30年的历史可以看 对阿根廷或者南美国家的外交历夺 过去一直是不是很热度 首先是他本身跟南美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 政治关系不是那么密切 我觉得正是借这个去阿根廷参加 这个新总统就职典礼这个由头 他要与一系列国家进行这个多变的 还有双变的这样一种交流 我觉得或者是说他访问阿根廷只是一个由头 真正的目的还是要访问美国 我们知道9月份刚刚泽连斯基访问完美国 与美国高层进行过对话 但事实上呢 即便是泽连斯基上一次的访问 说这个取得了一些效果 但是我们看到在原无法案问题上 国会的这种矛盾似乎很难化解 我们也都看到就在10月底就传出说 泽连斯基有可能在美国参议院进行发言 线上发言 但后来这个活动也取消了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说明美国国内的这种党争 严重地阻挠了对乌援助 所以拜登在原无法案 与共和党之间 似乎这个矛盾很难化解 所以泽连斯基此次 只是借了去阿根廷的参加一些政治活动 举行总统典礼等等这一系列的由头 重要的目的还是要去访问美国 跟美国进行再次的沟通 我们看到泽连斯基不仅仅跟拜登总统进行见面 他还跟国会两党领袖进行沟通 就说白了 就是希望美国尽快 在年底之前批准对乌克兰的援助 那么由于美国在移民问题上 内政问题上这样一些严重的分歧 实际上严重限制了美国对外的这种支持 援助的这种力度 我们正经常讲 内政牵绊了美国的对外政策 对外做能力 所以泽连斯基此次访美 或者说访问阿根廷 这一系列的外交动作 最重要的就是要争取美国继续的支持 争取共和党对原污问题上的这种放行 当然了我们看到 这个泽连斯基访美 效果并不是很好 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而且呢 即便在这个拜登说 有可能在这个边境问题上 拨款200亿美元 试图要跟共和党 在边境问题上做一些缓和 但仍然没有取得这个共和党的谅解 我觉得这事就行 我就想大概美国共和党并不是可能 不仅仅是在边境问题上 还要跟拜登政府进行一些这个博弈 更重要的是 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的临近 通过在阻挠这个原污法案 共和党呢 在选民中 要制造话题 制造这个焦点 来吸引选民 对拜登的外交政策 对拜登的内政进行检讨 我觉得这才是共和党的主要目的 不到最后一刻 我觉得共和党在原污问题上 都不会放心的 很显然呢 就是美国国内的党政 它的主要的注意点 不是在乌克兰 而是国内的大选 而乌克兰只是它的一个由头和借口 而且呢 甚至某些共和党国内的一些 党内的一些这个派系认为呢 乌克兰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所以它可以作为一个党政的交易的 一个筹码和工具 有的时候 在共和党人看来 乌克兰也可以成为被交易和牺牲的一个筹码 所以现在对乌克兰而言啊 这个美国国内的这种政治的复杂程度 要远超出它的应对来自于俄罗斯的这种压力 刚刚您也提到啊 美国国会到现在是迟迟都没有批准 对乌克兰这种特别的援助法案 拜登提交的一千多亿的这个特别预算当中呢 六百亿是给乌克兰的 一百四十亿是给以色列的 而且是在十月份就已经提交了相关的议员 为什么到现在迟迟都不批呢 一就是拜登的这个国内政策 移民政策 没有达到共和党的这种议员 共和党因此呢 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轻易让拜登过关 所以不断的battle 叫一轮两轮 就是要逼迫 拜登在这个移民政策问题上 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我们都知道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 对移民政策 包括这个边境管理 他们实际上有着不同的看法 特别是民主党的很多选民 来自于这个拉美伊的这个 还有一些新移民 还有一些这个美国所谓的自由派选民 因此呢 如果严格在管控边境 严格限制这个新移民 非法移民的话 那拜登的这个选票就可能流失 我们就知道民主党和共和党 他们这个选举的人群 有所差异性 同样也是 就是在这个共和党内部呢 也存在了一些矛盾 我们从这个约翰逊 被选为议长的过程中看出了 经过多轮的博弈 各种派系 包括这个亲特朗普的这些政治力量 还有一些传统的建制派的一些 这个政治力量 他们对于这个美国政治 美国外交 他有理解的程度 各种想法 所以呢 现在的美国政治 是一个碎片化的美国政治 也导致它的外交决策和外交能力 大大地受到了限制 对于乌克兰而言呢 一个这个被内政所困扰的这个美国 使得现在来自于西方的支持 似乎是变缓慢了 甚至有可能 那这种极端情况下 如果2024年美国大选出现一些 新的这个领导人的话 比如说特朗普 那美国的乌克兰政策 就可能会推倒从来 对乌克兰而言 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对欧洲而言呢 现在也是一个不可测的 甚至是一个最为紧迫 最为担忧的一个大问题 泽连斯基这次访问美国呢 还单独同美国众议长 约翰逊进行的会面 但是看到约翰逊 还是没有在原物这个问题上松口 他亲自去美国求援 为什么还是没有能够打动共和党呢 首先还是要讲到 共和党在共和党人看来 乌克兰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呢 美国的核心利益 还是美国自身的这种 这个共和党 比如说国家竞争力 包括债务 移民 安全 是这样的 那么乌克兰呢 对距离美国的这个本土安全 实际上是很远 第二个就是乌克兰呢 是欧洲的麻烦 某种程度上呢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利益 非美国核心利益 虽然也关系到美国全球的主导形象 美国的这个维持全球秩序的 这种稳定性等等 但是对美国来说 它不是核心利益 因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将中国是列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而俄罗斯是现实的威胁 那这乌克兰而言呢 就是在俄和美之间的一种矛盾 或者说他们争夺的一个矛盾 更重要的是 共和党呢 看重的现在 最关心的是2024年的大选 能不能把这个 能不能重返白宫 对于共和党来说 它是最大的利益 最现实的利益 所以即便乌克兰打出了政治正确 打出了这个维持国际安全秩序 维持什么西方所主导的这种价值观等等 一系列的这种这个意识形态的大旗 但是在共和党人看来 这些完全是可以交易的 另外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报道说 美乌两军的高层正在密切的会谈 在商讨一个新的战略 就如何在预算吃紧的情况之下 同俄罗斯作战 报道还说呢 美国是正在加强向乌克兰 提供这种面对面的军事建议 而且派遣了三星中将 小安东尼奥前往基辅 美乌这种两军的这种接触跟交流 您怎么来看 两个东西发生了变化 首先呢就是乌克兰能够获得的军事资源 战争资源发生了变化 那么一旦美国援助的这种金额 规模速度都慢下来 或者是暂停下来 那么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那么过去它还有资源 有能力进行反攻 如果一旦美国的援助暂停下来 那么单凭欧洲的资源 我觉得乌克兰能守住就不错了 因此呢 这个需要美国和北约 需要与乌克兰军方进行 在新的战争资源的这种背景下 进行商讨 2024年如何打 如何守 我觉得这个 它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就讲到现在乌克兰面临的 这个俄罗斯也是不同于以往 俄乌冲突接近两年 实际上俄罗斯现在呢 在军工体系中 可以说马力从全开 产能大幅的提升 在这种背景下呢 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开战之初的 使用完全的素质装备的一些俄军了 比如说俄军 俄军现在在无人机方面 也实现了规模化和国展化 因此呢 这个美国和乌克兰要商讨 在2024年如何守 如何与俄罗斯进行战争 进行军事上的这种博弈 当然我觉得这个设想 主要得能看出来 一个是守得住 首先要守得住 其次呢要坚持住 就能够打一场持久战 如果美国出现国内政治的一些 巨大的变化的话 那乌克兰必须要适应 新的国际政治形势 先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 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 如果特朗普在2024年 美国大选中获胜 可能导致美国退出北约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 纽约时报近期发表文章称 随着特朗普寻求在2024年 重新入主白宫 有关美国可能退出北约的担忧 也在增长 纽约时报原因此前 北约驻欧洲部队司令 退役的美国海军上将 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的话 报道称 欧洲担心特朗普再次担任总统 将导致美国退出北约 虽然美国大选还未开始 但是欧洲国家和西方媒体 似乎已经开始担忧 特朗普如果重返白宫 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 许多北约国家担忧 特朗普回归后 不仅可能放弃乌克兰 而且还可能让美国 从欧洲撤军 退出北约 导致北约解体 特朗普在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 就立足美国战略收缩 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 试图将欧洲防务的重任 甩给欧洲各国 法国总统马克龙 之前警告欧洲说 特朗普领导的美国 显然抛弃了欧洲 站在悬崖边上的欧洲 需要思考自己的战略问题 否则将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文章还指出 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不知道 如果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 应采取何种方式与他相处 纽约时报认为 小国可以试图通过购买美国武器 或采取恭维姿态 来与特朗普建立关系 纽约时报报道说 欧洲现在担忧 如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 美国可能会退出北约 甚至北约有可能会解体 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说法 您觉得有道理吗 这种说法有点为言耸听的 我们知道美国国内法来说 在特朗普是第一任期时 我们就看到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相关的法律 退群的这种事 特别是退出北约的事情 几乎在基础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所奉行的外交政策 美国优先 实际上在他的外交中 一个是实用主义 第二就是某种程度上是孤立主义 实用主义就是他在与盟友的这种合作过程中 要求盟友更多的去承担费用 比如说美国在亚太出军 他要求日韩增加对美国出军费用的承担 那么在欧洲也是一样的 预计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的话 那么他在欧洲 特别是在北约的这种合作中 他会要求欧洲在资金上 在装备上 在军队的使用上更多的承担 而不是由美国主导 我们从现在援欧的资金都可以看出 接近160%的资金来自于美国 而其余的30%到40% 是由其他的西方的这些盟友 包括欧盟国家 还包括澳大利亚日韩 还包括其他一些美国的盟友 在承担相关的费用 这也都说明 一旦特朗普去重回白宫的 那么这意味着欧洲 在俄欧问题上必须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更大的资金 这个肯定是有的 第二个就是美国 拜登在实际上他也奉用的一个实用主义和孤立主义 那么对拜登来看 他是乌克兰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而且拜登认为俄美之间 有必要进行缓和 因为美国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中国 为了缓和俄美关系 我觉得拜登有可能把乌克兰的一些利益 放在一个被交易的平台上 对俄罗斯进行一些交易 当然尽管乌克兰危机对西方世界来说是政治正确 但带一个实用主义的或者商人出生的美国总统面前 那么乌克兰他就可以就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对这个欧洲来说呢 他们不仅仅要面临俄乌冲突 俄罗斯有可能胜利的这样一种前景 还要面对一旦俄罗斯在未来 俄乌冲突之后迅速恢复在地区政治 地区安全上的这种强烈的这种进攻 或者说扩张的这种压力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欧洲十分担心特朗普重返美国白宫 担心美国重新回到了那种实用主义 或者说孤立主义的这样一种外交 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不确定性 我觉得欧洲现在是有理由担心的 其次呢我们讲就是特朗普在这个 以往的这个执政的这个过程 我们看到特朗普他似乎跟莫斯科之间 有某种这个性格上的 或者说政治倾向上的一种默契 普京对于特朗普 或者说俄罗斯对于特朗普 未来这个上台俄美关系改善 有很大的期望和想象空间 但目前而言呢 俄与西方整体的关系是一种僵具 是搁浅状态 甚至是零互动 所以一旦动起来 对于这个乌克兰而言 是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一旦动起来呢 对于这个欧洲而言呢 则可能面临更多的经济压力 安全压力 欧洲需要思考 这个俄乌冲突之后 紧跟美国在外交 在防务上紧跟美国 得到了什么好处 再换了一个总统再回来 他放弃的这种外交自主 和防务自主 还能不能拿回来 重建 这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特朗普曾经表示说呢 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 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会在24小时之内结束俄乌冲突 您觉得如果真的特朗普 再次入主白宫 美国也如欧洲这些媒体预测的 退出了北约 对欧洲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美国退出北约 我觉得这个是小概率 美国绝对可能会把乌克兰 这个问题 放在一个次要的问题上 因为拜登政府 把乌克兰问题 作为一个影响美国全球战略 美国全球领导力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点 不能放弃 这个例在这个问题上 是不可以输的 但是似乎特朗普 对于解决俄乌冲突 十分恶观 对于与俄罗斯达成妥协 也十分的渴望 因此呢 24小时解决乌克兰危机 我觉得不太可能 但拜登一定会 跟俄罗斯快速的 快到斩烂马似的 做成一些利益上的切割 或者说战略上的这种分隔 最终实现 俄美关系 这个不是对抗 而恢复到一个 相对正常的一个状态 当然从过去 拜登执政的一些经验 到特朗普过去 执政的一些经验 我们能看出 事实上美国并不是一个 有白宫决定一切的 国会 还有白宫 甚至是美国的利益集团 对国家政策 都有自己的影响力 因此呢 对这个特朗普 未来 这个如果执政的话 对世界持续 对俄乌充足的一些担忧 也不必过分地被夸大 美国媒体之所以 炒作一天之内 或者说 美国退出北约 实际上反正是反映出 这个西方建制派 对特朗普政策的各种担忧 我们看到此前呢 法国总统马克龙 多次提到 有关欧洲战略 自主性的一个问题 包括区马利的总理欧尔班 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到欧洲不应该一直待在美国的阴影之下 所以您觉得欧洲现在是真的已经开始考虑 并且来实现战略自主的问题吗 我觉得欧洲似乎是一直在说战略自主和安全自主 但欧洲事实上是在 无论是在政治上 还是在体制上 制度上都没有办法短时间实现 所谓的自主 首先还是要讲到 欧盟啊 它是一个国家的这个联合超地区的一种联合组织 它甚至是在人类政治形态过程 发展的过程中 从没有过的这样一种超国家的联合体 有的人把它形容成邦联 但事实上欧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较松散 比如说欧盟的一票否决制 在原污问题上 只要匈牙利说不 那整个欧盟的政策就不能落地 就不能通过 这也都显示出 欧洲要想实现战略自主 要想实现安全自主 我觉得它在制度建策上还有很大的困难 欧洲呢 欧盟呢 这么大二十几个国家 他们在这个各自国家的利益 各自对安全的这种认识 某种程度上还是缺乏统一性的 那么在默克尔时代 马克龙时代 我觉得这个欧洲似乎是双轮马车 有这样一种大国牵引 然后带领整个欧盟进行全球外交 在这个全球政治中有所表现 但事实上默克尔时代已经结束了 舒尔茨领导的这个红 红绿灯这个联合政府 在外交在内政 似乎是表现得更为安静 或者说在更很大程度上是跟随美国 欧中都给欧洲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丧失了外交和安全上的自主性 马克龙说应该重建 这只能代表欧洲的一种声音 事实上从一种想法到行动 欧洲还有很长的路在走 所以真的如果遇到了特朗普重返白宫 美国重返 重回孤立主义 美国优先的这样的外交来说 对欧洲来说 他就需要思考如何重建 如何与其他的周边大国进行合作 好 非常感谢张公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 再会